我们看到在严厉的防控引发了各种次生灾害以及社会矛盾 而且又引爆了白纸革命之后 12月7号中共宣布了放宽防疫的新十条 作为对之前颁布的20条的一个补充 新的十条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措施有几个 就是说不得随意的扩大高风险区 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的风控 进一步的缩小核酸检测的范围减少频次 除了养老院等特殊场所之外 不再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了 不过这里也留了一句说重要的机关 以及一些大型的企业和一些特定场所 可以由当地的属地自行确定防控的措施 那么说到具备这些居家隔离条件的 无症状的感染者和轻型的病例 一般要采取居家隔离 除非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 高风险区要快封快解 然后各地的药店不得随意的关停 不得限制出售 退热 治感冒等非处方的药物 要加快推进老年人的疫苗接种 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的流动 不得停工停产 还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 单元门小区门 还说没有疫情的学校 要开展正常的线下的教学活动 而其中我们看到 没有提到坚持动态清零 而且还首次明确具备条件的可以居家隔离 恒河先生 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个新十条的看法 中共现在开始大范围的放松管控了 您分析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 这个放松管控肯定是跟这个白子运动 或者叫白子革命直接相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它讲的理由是 奥米克隆已经是像一个流感那样子的疾病了 就是一类疾病一类管理实际上是 原来是一类疾病家类管理 那现在变成了一类管理 那么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流感那种类型的疾病 当然稍微还要高一些 因为你从这个管控的来说的话 它还在继续管控 而流感是没有任何管控的 所以说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属于放开了 但这个放开我们知道这个奥米克隆已经确认它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没有太多的重症和死亡病例的 这个情况已经有至少有六七个月了 就是说它是去年11月份出现的 到了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它的流行病学和它的这个临床症状 基本上已经确认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 奥米克隆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疫苗一样 就是它的快速传播和被感染了以后 就产生一定的这个对再次感染产生抵抗力 产生免疫力 那么这就像一个疫苗是一样的嘛 就是轻度感染嘛 但是它延了这个八个月 也就是说它的决策 不是由奥米克隆的这个特征来决定的 而是由政治原因决定的 就像前面的清零是政治原因啊 解封也是政治原因 什么原因 只有一个大家能看得见的 就是这个白子运动 那么白子运动呢 因为它是把所有人的各种各样的矛盾 全部都集中到了对风控的愤怒 也就是说所有的抗议人群它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针对这个严格的风控清零措施 所以说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 它对于这种大型的像这种33年来 少有的这么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它必须要快速的解决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中共和习近平本人 所以它必须快速解决 那么要快速解决的话呢 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它不可能去分别镇压 因为它这次是特征就是没有头嘛 没有领头的人嘛 没有领头的人你没法镇压嘛 也没有一个天安门广场可以把它用坦克压掉 它没有它各个城市同时爆发 那怎么办呢 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个 引发这次抗议的源头给去掉 什么源头去掉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 他们这次的转弯就是为了 首先是快速瓦解抗议 就是这个抗议人群的目标就没有了 因为它一放松以后 它的目标就没有了嘛 就不大可能再组织起 或者是再引发这么大规模的 大家同仇敌忾的这种抗议活动 所以我觉得至少 也许他们有计划 或者是明年两会以后 或者什么时候 但是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开始解封的几天 其实前两天已经开始解封了 但是一片混乱 就可见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 因为这个东西必须从上面下来 那这里就是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所有的措施都可以具体讨论 但是今天可能不值得我们这么详细讨论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各级官员的评估 就是他们的政绩的评估 包括不包括控制疫情 如果还包括控制疫情的话 那么这些措施就很难贯策下去 所以说您认为其实当局现在解封 它其实是出于这个政权的一种危机的考量 对于政权危机的考量 而并不是因为疫情的这个进度的和发展 对疫情到现在我觉得这几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至少这几个这一两个月 就是上海封城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知道 奥米克罗是没有什么危害的了 是是所以说中共做什么这个策略 还都是就是说基于它的党型和它的这个政权的一个危机 我们看到新华社现在已经开始带风向了 出了一篇竖评 说中共近三年的这个防疫作为 是在坚持中赢得了战略主动 还声称是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了第一位 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等等 那秦毛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新华社的这样的一个竖评 然后您怎么去评论中共这三年来的一些防疫的作为呢 作为中共来说它在这种白纸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退让 当然它这种脸面它还是要的 它不会说自己承认是因为狼狈的这样的一个撤离 原来的这种清零政策 但事实上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十条一出 实际上是彻底的否定了原来的这样一个清零的概念 那么只是中共它是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给自己一个梯子对吧 所以它还是要告诉老百姓说我赢麻了 这是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这个目的 还是要去鼓吹自己爱国抗议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看到怎么去评价中共的这个三年抗议呢 我觉得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武汉的就是出现到这个武汉疫情爆发 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说是一片混乱 而且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充满了这种养盖邪恶的这样的一些草菅人命 以及最后是没有通报整个世界的情况下的话 把这些数以几十万的人的话是放到了全国放到了全世界 所以这个其实后来引发了蔓延全球引发了全国的爆发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草菅人命的这个阶段 也引发了国际对于中共的围堵 没错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之后的话我们当然看到中共在这个言论上来讲 继续去撒谎 甚至去甩锅美国甩锅这个三文鱼甩锅这个什么外星陨石等等的话 当然也是笑话百出了 那么第二个大的阶段就是后来的中共在宣布说这个疫情之后 那么人传人之后它开始了这种清零唾诗 这个一直到去年我认为基本上是属于一种防疫模式的这种选择 虽然我们看到它有一些不人道 也有一些这种很糟糕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种疫情它的这种毒性相对来讲更强 同时就是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肺炎的一个状态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这是不同模式选择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到了今年它就很不一样了 今年的这个奥密克戎来了之后的话 其实你懂医学的人都知道 这实际上这个时候应该是像上海的早期那个模式 对吧就是接近一个共存 但是去只治疗那些我们看到的这种重症病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合理模式 同时你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应该做好什么准备呢 做好这种叫疫苗药物ICU病床基层的这个设施建设 这个呢我们看到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哈佛的学者 也是中国的华人叫黄万叫什么 他的那样的一个这种这种回中国就在接受刘鹤 接受这个习近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邀请 来去涉及中国的这种新方王一摩的时候 其实他们提出来是要去通过做好这些准备 然后呢慢慢的接近于共存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就注意到中共的话呢 其实因为触及到中共的现有的这种医疗体制 这种行政体制等等的来讲 最后其实它也是没有完成 而且呢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方面也爆出来说 中共在这个2020 2021的时候的话 实际上是拒绝了就是和美国和这个德国等等 这种转让mRNA疫苗的这个谈判 所以它实际上是拒绝了这个好的疫苗 而且弄出来一个很糟糕的疫苗 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就发现呢 一方面它是说可以说是不同方式的选择 另一方面它其实没有做好这种逐渐退出的这么一个准备 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 到了今年呢我们看到呢它更糟糕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没有这个 另一方面呢更加 因为它总结了很多这种封城的经验 反而它把这个封城的经验无限度的扩大 所以后来带来了这种非常没有人性的这种 全国性的风控极端的清零 然后呢带来了这种最后呢 大规模的这些企业人员 还有这些倒闭这些等等这些 最后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白纸革命 民意滔滔之下搞了一个烂尾工程 是说到这儿就是说在这个20条出来之后啊 新事条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地方已经是开始放松防控了 就是说像恒和先生提到的 但是有不少地方也在收紧防控 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比如说安徽合肥 当局呢在4号还在说防控要寸步不让 甚至网上还流出视频显示说12月4号江西玉山县 他们还在焊死门窗 就是出现了各自为政的一个乱象 恒和先生能不能快速的说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新事条出来了 是否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各自为政 然后是全国抗议的节奏不统一的情况 您觉得接下来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现状呢 关键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是一个公开发出的十条 公开发出十条以后 它还应该有个内部文件 就是怎么样评估政绩 就是在抗疫防疫 如果说疫情传播 然后病例暴增的情况下 是不是还要问责 如果还要问责的话 那么这十条就是虚的 就是不能够落实的 如果它内部已经有文件了 就是说在这方面不问责了 那么这个就可以贯彻下去 所以说如果说内部已经有文件了 确认这一点的话 那么这十条是能够贯彻的 各地是不能够自行做什么事情 因为它追责就有了理由 但是如果内部的文件和这个外部的 稍微有一点冲突的话 那么还会出现各自为政和 各自就各个地方这个收紧和放松 完全对立的情况还会出现 在一般来说 我觉得有了这十条以后 如果内部还有不同的文件的话 那么对于各级官员来说的话 就非常难执行了 就是他们也变成风向中的老鼠了 是 我们看到在中共有一放松的风控之际 12月6号还有一条消息 说核酸世纪企业毛利堪比茅台 这条消息登上了大陆的百度热搜榜 新浪财经还搬出了凤凰网风暴演 之前做过的一项统计说 大陆有15家涉及了核酸检测业务的上市公司 在2022年前三季度的平均毛利率为59.6% 不少企业的毛利率超过80% 其中毛利最高的是 由中国首富中闪闪时控的万态生物 2022年前三季度的毛利率为89.57% 接近了茅台9的毛利率 2021年我们知道茅台9的毛利率为91.5% 而11月29号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叫核酸乱象不止 疫情永无宁日 将疫情长时间不结束的原因 之一归结为核酸检测造假 恒河先生我们看到 中共好像是在把这个火 往这个核酸检测这个行业去引 您觉得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您在打击了这个核酸产业之后 中共是不是趁机要彻底结束疫情 打击核酸产业倒跟彻底结束疫情关系不是那么大 关键问题是中共现在是确实要找一个替罪羊 就是对于过去特别是过去一年封城所造成的这么大的伤害 它得让别人找个地方出气 当然它不会把它这个货水引到自己身上来 那么它终得找一个地方 所以就会把这个矛盾转移 那么最容易引起大家公愤的那就是核酸了 因为核酸检测确实把每个人的喉咙都捅到了 这个无法忍舍的程度 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点 但是呢就是说 它和这个解封控啊应该是没有特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核酸产业之所以能够发达起来 并不是由于核酸产业本身有多大的本事 而是说这是一个政府行为 就是说强制做核酸这个政策 才导致了产生了这个核酸产业这么大的一个利益集团 当然这个利益集团是和权力紧紧连在一起的 我们不管和谁的权力 和哪一个权力集团连在一起 它是和权力在一起的 但是它必须要有权力和行政命令的支持 它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说转移视线可能会在一部分人当中达到目的 但是呢其实从这次白子革命的抗议活动当中来看 其实中国人很多时候没有机会发生 明白人多得很 所以大家会立刻就想到 之所以核酸产业有这么大的问题的话 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核酸检测政策 我们知道中共在这之前 它所能够拿出去的最强有力的抗疫的两大块 就是两个资助 一个是全民核酸检测 还有一个是封城 就是这两个是它的主要措施 那么现在你突然把它转移给这个核酸产业了 那只能说是卸责 因为你要真的追究起责任来的话 中共对于在过去的这个封城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伤害 它有很多需要向人民交代的 不是说你现在转了 过去正确 现在又正确 不是这样子的 不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它能够现在 就是说所以现在舆论上现在正在追杀这个核酸产业 那肯定是为了转移这个转移视线 转移大家奋斗的方向 因为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这个 现在解决的倒不是一个封控的问题 因为这个核酸产业最主要的在目前 它不是为了解决封控 封控是从政策来的 关键问题是解决对中共的愤怒 是 我们看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次生灾害在发生 秦茂先生能不能就是说跟大家稍微的说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观察中共的哪些动作 然后民众就是说怎么样去记住这一场灾难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会看到说 接下去中共的这个清零是不是真的结束 因为现在它其实还是要去检查一些这个 所谓的这种所谓特殊场所 对吧 包括可能和政府机构等等这些来讲的话 如果不解决你还要去检验这种绿码 其实还不能说是清零结束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同时我们看到你只有学校正常的上学 然后整个这些工作一些正常 这个才算就是这个结束 而在这个过程中你注意到它这个新十条之后的话 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个乱象 就是让那些这个年龄很大的人去强迫去 注射疫苗 注射疫苗 而这个中国疫苗的这种风险度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接下去会不会引发更多的一些这种灾难 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